小熊軟糖很多小朋友喜歡吃 可是有一個法國藝術家 拿小熊軟糖來創作 他把法國時尚文化 歷史事件 還有軟糖做結合 做出了香奈兒 巴黎鐵塔 LV 馬卡龍等等象徵法國的符號 他還把玩具小兵組合成粉紅愛心 代表愛好和平 這位藝術家以小熊軟糖系列的創作文明 這是第一次來臺灣展出 非常難得 鬥趣可愛的小熊軟糖 表光成藝術作品 他們不是臨時 而是法國藝術家的創作 我們沒有看到 他們拿了LOUBOUTIN 我用了很強的顏色的顏色 它是紋綠 和白色的香蕉 我用了紋綠 和紋綠 白色的香蕉 然後我們發現 這就是紋綠 、紋綠的 非常強烈的 我可以用了 說個牌 我們會明白 是小小小 kurus 藝術家的每只小熊都有故事 桃橫色的小熊貼在 Andy Warhol的香蕉上 象徵著普普藝術 而法國藝術家 這次來臺展出的玩具系列 快樂小熊系列 透过我们熟悉的玩具 看见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 甚至是有艺术的角色 我们不必要在市场或通常的产品 小时候因为担心妈妈会把玩具丢弃 于是艺术家就把他们重新组装 完成的作品就像是一幅画 永远伴随身旁 金色的胶水壶涌出艺术家搜集的玩具 代表灵感来源就是这些日常小物 融入日常生活的观察 艺术家的创作令人会心一笑